HELLO 了世紀,天天的五個星 大家好,我是LEO 今天來看條頓人對上瑪雅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先來看一下大約是不是兩位10點鐘方向的紅色玩家 條頓人是尼克夫選擇的文明 那條頓人的特色呢,農田非常便宜 而且遊俠呢,是近戰防禦最高的遊俠文明 但是他的遊俠沒有耕種技術,跑速非常的慢 那些刺猴也不能升級,是他的一大致命傷 那條頓人的農田便宜的關係 所以很適合打跟肉有關的東西 像是什麼劍兵勇士、槍兵、條頓騎士、戰毛兵、火槍 都是很適合他的 那條頓人呢,他還有團隊加成有抗招小的關係 所以就算遊俠或是城堡時代騎士 有抗招小的關係 還是可以靠騎士直接硬吃對方的僧侶 如果你操作過來的話應該是沒問題的 那到地用世代條頓人 可能還是要多靠炮門奪口 去增加自己的防守能力或是進攻能力 去多多控圖 再用遊俠加上槍兵的組合 去跟對方換,會更加適合 那接下來看一下瑪雅人 這邊是MBL選擇到的文明 那MBL這邊的文明特色呢 是挖黃金、石頭 這些自然支援時候 可以再多15%的採集 支援的時間 可以挖得再更久一點 假如這裡有5600的話 再多15% 那大概是可以挖到6000塊黃金 所以瑪雅人打到後期 黃金王會覺得 這傢伙的黃金永遠打不完 這種感覺 那瑪雅人他的弓兵 單位是比較便宜的 羽毛劍射手跟槍兵都有折割 那他的老鷹呢 是唯一可以到血量到100滴的白血老鷹文明 那瑪雅人他的槍兵是正常的 但是沒有劍兵勇士 但是遇到步兵的情況呢 羽毛劍射手可以對步兵加2點的傷害 所以遇到哥的衛隊啊 或是調整騎士啊 或是一些比較難產的步兵 瑪雅的步兵之類的 都還是可以用羽毛劍射手成功反刺回去 是不需要依靠劍兵系去反擊的 那瑪雅人還是比較圍繞在攻兵路線上 近戰單位 我覺得能用的就只有英勇士跟槍兵而已 好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的經濟 目前看起來主經在前方 上方有一塊黃金 右邊有一塊 這塊黃金肯定是沒問題的 果子的話也在裡面還行 這塊黃金是這一把的重點 那木區的部分呢 看起來木頭還算是正常 沒有太太離譜的地方 那這裡可以稍微微一下 那是這一塊木頭可能就沒有辦法用 實質能安全伐木的就只有這一塊 但這一塊你說安全呢 它也不是那麼的安全 所以呢 MBL還是要多打軍事一點 才不會被控制一些重要資源點 那尼克夫這邊的經濟狀況看起來 後面有一塊黃金上面有一塊 那右上角這裡有一塊 三片黃金區域 這個地圖位置 看起來是比MBL 這邊還要再好一點點的 那條隊人呢 他這邊的打法是圍繞在肉碼的部分 前起 前起是圍繞在肉碼的部分 所以這邊農田能不能安全的灑出來 跟在正面的位置 能不能先圍好一些地方 都會很重要 看這邊可不可以稍微圍一下 但是模仿在這後面的位置 可能要再圍出來 然後再圍出去 哇這要怎麼圍啊 這看起來對於尼克夫這邊是有點難受的喔 好這邊趕快補一個馬 結果 欸!結果是打射箭場 打射箭場喔 特別了 跟瑪雅比射箭場 但是打毛病的話 稍微防守是ok的 那瑪雅沒意外的話 應該也是會按些槍兵先擋一下 那如果看到尼克夫走的施工兵路線 或許會轉出 老鷹路線喔 去壓制喔 好 那我們這邊就要來看一下 尼克夫這邊是用了毛病 按了一隻 木門 點一點 好右邊直接圍死 NBL這邊圍加圍大 直接把這裡給圍好 ok這邊是圍出來 再圍下去 很難圍 這個真的很難圍 好這裡直接圍過來 再超級小圍防守 ok那這樣子農田區域就沒什麼問題 尼克夫 這邊是打了一個 非常 保守的防守室 但是他沒有直層喔 還是先上封箭時代 這樣打還是比較符合現在的META 直層來說 真的是不符合現在的環境喔 這個直層上去喔 可能經濟也炸了 或者是 一直被壓著打 被控制遠的情況 是比較常見的喔 好這裡把家裡圍一圍 NBL這裡是 按了一些兵之後 看到大量的毛兵 就沒有打 結果NBL也是圍死 你圍死我也圍死 但是你不按毛兵是對的嗎 NBL這裡不按毛兵 想要偷 也不按工兵 木頭其實有點多 還是要補個4級擋一下呢 進攻場已經好了 這裡如果有4級的話 就可以趕快買肉上去 但是不買肉也沒關係 待會這個木頭水下來 再補個射箭場 雙射箭場 或三射箭場 開始爆奴兵喔 也是可以考慮的 但如果要爆奴兵的話 這邊黃金要多挖一點喔 但這邊 不管是要爆牢 還是奴兵 黃金多挖多彩 對喔 NBL這邊黃金補的是非常少 而且木頭來到了12個人 感覺經濟上 沒有到那麼的細緻配置喔 那這個經濟配置喔 往往是要打 這個3TC開農 那NBL這邊除了3TC開農之外 他這邊還想打的是 寶兵單位羽毛劍射手 所以這邊會有可能是 老鷹配上羽毛劍射手的路線喔 把這石頭7個人挖 待會城堡就可以直接插在臉上 這裡城堡待會可以補這個位置 或者是不在這個位置 都是可以考慮的 這個地點 好 那率先升到城堡 實在的是尼可夫條論人 毛兵現在沒有辦法打到任何的東西 前面補了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PC 跟城堡要插哪呢 城堡直接插在門面上 把自己的洞口給堵住 哇 那這樣子的建築學好像有點難受 好 城堡中心補在了均勻的後方位置 那第三個城堡中心呢 然後這裡拉過來 看到城堡喔 羽毛劍射手趕快按了 好 那現在補城堡的關係 第三個城堡中心無法補下 趕快再去挖石頭 好 TC補在了右邊 看TC開農起來 雷可夫這邊也是喔 二級伐木已經點下 但二級農田還沒有點 那這個時間點要點的話 可能還要買下100肉才不會斷村喔 好後面直接打破了一個洞口 右邊 石頭礦村民趕快拉走 要拉到黃金礦這裡嗎 好 托斯特過來拍個一下 沒拍到 工兵單位稍微打一下 雷可夫站毛兵升級上去 好 這一波衝進來 應該是很難會開打 MBL這邊二級射剛點下 而且這時候 直打寶兵的羽毛劍射手 是很難跟一般打奴兵的數量 成型起來的齁 所以MBL這邊 還是會比較 偏保守一點 不會有太多激進的動作出現 好 但這邊很 壞很壞 直接把人家的洞口給堵住 MBL 很想要把這頭兵給施光 但有這個能力嗎 我們來看一下MBL的操作 頭車砸了一下 但是 牆好像被打破 後面又再圍了一次 但這兩邊都是一個 為好為滿的狀態 現在後面村民在發呆頭車拍到了 戰毛兵 但是騎士直接上去 手撕頭死車 頭死車被拿下了 MBL這邊很專心在對付這些 戰毛兵跟騎士 戰毛兵高打第一擊殺了一隻羽毛劍射手 但羽毛劍射手也快要拿下對方的戰毛 兩邊都在互相傷害 尼可夫由於沒有弓兵鎧甲的關係 現在 打起來是比較偏薄了 皮薄 但是羽毛劍射手 看到騎士直接一頓輸出 這個騎士沒有防禦力啊 稍微拉打一下 全部收光 戰毛兵這裡也是 剩下三隻 這裡可能要拉近直接收掉就好了 因為不拉近的話可能還是會被對方秀 拉近拉近 MBL不拉近嗎 哇又被秀掉了一隻兩隻 吐了 哇這個有點難受 又被換兩隻羽毛劍射手 這有點虧啊 好上方這個木牆 MBL好像來不及控住 帶不及去蓋 建築 好這裡被遛了進來 直接在實況 補了一根 劍塔 稍微做防守 下面部分沒有打算要去圍 好騎士直接過來 開始一頓輸出 抓掉了一村 手紮是由尼可夫所拿下的 那目前尼可夫現在經濟資源是 稍微好一點點 不要MBL這邊家裡還是有所被騷擾 好這裡直接用四隻騎士硬卡你的劍塔 羽毛劍射手點掉了一隻騎士 那二級的弓兵鎧甲 尼可夫還沒有點下 二級農廳也是 這一點的話可能會變成一個小小的伏筆 那如果有點下二級的弓兵鎧甲的話 那就真的很耐扛羽毛劍射手傷害了 那現在傷害來說的話是5加21班的奴兵的傷害 那炸毛兵的話 遠防現在是5點 所以射一下還有2點傷害 所以如果二級的弓兵鎧甲的話 這個MBL怎麼打都CD 那就真的難受了 好馬上就點一下了 這個二級射真的是不能省 不能省 一省下的話很容易被射穿的 好這裡有彈道學 成功反制了一隻羽毛劍射手 現在下方的四隻騎士 好三隻騎士 還在想辦法從下面的洞口溜出去 好這一波出來 偷偷挖石頭 結果被... 偷偷打了回去 MBL 再一次拉了羽毛劍射手 過來處理一下 但是這一次 騎士終於能出去了 好這一波打破下面的洞口 尼克夫點下了輪走 MBL還沒有點... 呃...輪走 現在手推車都有了 對手手推車有了 這連輪走都沒有情況 而且農田也是輸 那現在對於打條隊人這種 騎士配戰矛的打法 MBL 能打的做法 就是自己抱老鷹 羽毛劍射手去做反制 配一些僧侶會更好 但是現在 MBL應該是沒這個打算 應該是直升帝王時代 稍微歸一下 帝王我們再來相見 白血老鷹登場 會對自己更有優勢一點 上方的位置 補下了一根城堡 擋住了一下木牆的洞 電用時代還有兩分半左右的時間 尼克夫這邊要靜帶 良機 去轉出遊俠來 那現在遊俠一定是必走之路 不管MBL 這邊是要打工兵或是老鷹 一定就是走遊俠 因為瑪雅人 是最怕馬國的文明 所以逃動人基本上也算是個馬國 只要轉出騎兵的話 MBL就會相當難受 這邊直接一個手撕 羽毛劍射 投車但投車沒有手撕掉 結果反而騎士上去 結果投車沒有辦法去往前追了嗎 投車拍了一下 預判 MBL這波有點炸裂 吃到了大量傷害 尼克夫這邊馬卡要繼續補 好 好 瑪雅人現在遇到這個情況相當難受 這就是為什麼需要白血老鷹 有老鷹的話 這邊戰毛兵跟投石車都會有效壓支柱 MBL還有考慮一個選項 要不要轉出大衝車 現在衝車已經大幅強化了 所以我覺得衝車在之後的比賽裡 不是在天梯頂級高端的比賽裡面 衝車出場的次數應該會大幅提升了 瑪雅人也被以前的玩家被稱過 沒有馬的蒙古 補馬蒙古 一樣這個近戰單位有血量加成的 這個老鷹血量比較多 而且這個羽毛劍射手也可以當馬弓使用 跑的速度也是有夠快的 好這裡均勻補下 壓血也點了 好這裡也要小心 登堡還有段時間 異龍時代點下化學還有毛劍射手 都已經補下了 接下來MBL應該就是穩穩的 先把家裡門口的城堡先拆除 羽毛劍射手到正面給壓力 然後這裡要趕快轉出步兵牌甲出來 好尼可夫這邊重裝騎士 還有封兵練甲也都依序點下了 那接下來MBL要做的事情 就是穩住正面 如果看到太多遊俠的話 白血老鷹可能就不能先出來 哇這裡羽毛劍射手高打第三 好高直接一發一隻騎士 哇沒有三級馬鎧的騎士 直接被MBL給射穿了 MBL這一坨羽毛劍射手 拉打拉得非常漂亮 看到一下這邊殺敵術 已經來到了27隻 經濟損上4隻 四村拿下擊殺了超多的單位 騎士現在有三級馬鎧了 通通騎士也升級上去了 哇剛剛那些騎士應該要等一下的 現在衝上去的話 結果可能會有點不太一樣 是有點難 最近挑戰的騎士跑的就是慢 慢 好那也沒有關係 挑戰沒有三級射 現在攻兵只有二級射的關係 現在射程有點短 但是要反制 羽毛劍射手的話還是綽綽有餘 現在遠距離防護力是來到了8點傷害 羽毛劍射手只是9點 所以現在正面硬扛 用戰毛兵換 尼可夫還是不虧的一個路徑 那MBL這邊現在要打贏對手 如果轉出槍兵過來的話 有可能所有的兵都被戰毛兵給壓制住 這件來說是非常非常難打的 那現在MBL要怎麼想辦法解決這些戰毛兵 最好的辦法就是投車或是弩炮去進行壓制了 不然就是選擇大衝車正面頂開 再用槍兵直接往前壓制 或是搭配一些老鷹 都是比較好突破尼可夫的一個防線的打法 那尼可夫這邊是決定要在前面補一根城堡 這根城堡的位置並沒有什麼太大的防守效果 但是以空圖來說 他是可以讓MBL有點壓力戰 讓他不能直接把兵派到左邊 所以大家會覺得說 這個城堡怎麼都沒有空到東西 還要插在這個位置 那這個就是一個戰略上的位置 問題 只要左邊有插寶 這邊能再稍微再放個哨戰 就可以掌握左邊又會不會被溜過來 被偷襲的問題 好尼可夫這邊是點下了遊俠 那瑪雅只是點下了三級的工兵鎧甲 跟中型頭石車子升級 只要頭車全倒 自己就有很大的機率可以拿下比賽喔 好尼可夫這邊正面技術 還有50秒的時間 遊俠還有1分半左右 所以遊俠升級真的是要太久了 好成功點下這些騎士 雖然騎士雖然有三級馬卡 但是還沒有遊俠 好大毛兵在後面開始輸出 再騎士上去 對著羽毛尖射手 又是一陣輸出 但是這次分成兩隊 左邊的稍微應戰 但是這左邊應該是要覺得被放棄掉了 只要是裡面這一坨兵 好NBL 這邊的部分頭石車被抓掉了 結果下方騎士想要溜進來 但是沒有機會 遊俠已經升級好 二攻點下 尼可夫現在黃金一定要穩下來才行 哇鋼鐵遊俠出來了 要射穿這些遊俠真的太困難 遠房是來到了7點 那羽毛劍射手則是9點傷害 射一下只有兩滴 這攻兵真的要夠大量 才有可能打得下來喔 好前面補了幾個工程器製造所 這裡應該是要繼續督頭石車 而不是衝車了 好下方的位置 殘寶蓋起來 但是這個生物撿得很開心 趕快拉一隻遊俠去解掉生物吧 好這裡遊俠倒的數量有點多 就請從11包圍反制一下戰毛兵 尼可夫點一下了弩炮升級 進來攻城攻城師 大會也要找個機會點一下 好NBL 點一下彈道學 彈道學到這個時間點採點 是非常晚喔 也就是忘記點囉 好 好迪可夫三攻點下 現在弩炮中出關 好地龍時代出弩炮 好NBL則是出頭石車 羽毛劍射手配頭車 是一個很標準的短手工兵打法 像是意大利啊 中國 俠寶兵的情況 都會看到這種打法 手短的問題 就交給頭車去彌補 那這邊要怎麼守住頭石車 就是一大問題 這麼大量的工兵要守住這支遊俠 其實有點吃力 但是還是勝利拿下 哇NBL這波打得越打越好 好老鷹開始慢慢升級了 現在瑪雅人的經濟來到這個時間點 優勢是越來越大 因為黃金只會越來越挖 越比對方多 你可不得黃金只會挖完 就真的沒了 真的沒了 那這邊還可以挖出一個時間 黃金可以移銷 那現在在這裡 高麗有這麼多羽毛劍射手 但是已經沒辦法突圍出去 好這一波 頭車 來 拍一下 哇 直接拍掉兩台 努炮 現在羽毛劍射手出量 還是有60幾隻喔 出量還是相當可觀 但是血量都已經已經殘掉了 頭車再拍個一下 努炮拉開 頭車再拉個一下 喔 結果遊俠上前 直接手勢巨型頭石機 跟後面的頭石車 好 那61隻的努 瑪雅羽毛劍射手 現在沒有頭石抽的幫助 那先稍微往後撤 那這邊如果要打拔血老硬的話 均勻的話 趕快要補了 好這裡開始補均勻 二級的步兵開一下點下 那條盾人遇到對方老硬的情況 也很簡單 一直按遊俠就對了 好 但是黃金的話不知道還夠不夠 打得越久 就對越條盾不利喔 那瑪雅人這邊還有黃金繼續 可以出兵 待會可能 好 農田守不住的話 好多人就危險了喔 家裡的城堡位置喔 都是集中在前沿陣地的位置喔 沒有辦法鎖住後方的大量支援點 好 MBL這邊在等黃金國 還有一公也點下 兩邊突然變成了休戰期間 你看我我看你啊 來看一下 四級的部分喔 四級現在肉也被賣得很偏喔 木頭也是喔 所以兩邊都處於一個 黃金用甘的一個狀態 MBL這邊應轉出了 精衛英勇士 好看一下這一波 火炮慢慢推進 現在中頭出來遇到火炮 完全沒轍 好老鷹囤了大概三十幾隻 要來最終決戰了嗎 好羽毛劍射手一致排開 老鷹的目標是要來打火炮 右邊的羽毛劍射手也在輸出 遊俠直接扛住了大量老鷹的正面 右邊偷偷偷出來想要拍奴炮 但是奴炮只拍了一下子 拍掉了幾台 後面的老鷹在後面輸出 直接換掉了巨型偷偷 換掉了火炮三台 還換掉了一些奴炮 以整體的代大來說 我覺得 寧可夫這邊是有點小虧的 但是還有保存到這麼多的奴炮 其實還是能打 還是能打 羽毛劍射手再次逼得出來 哇還有五十七隻的羽毛劍射手 哇這工兵單位是真的便宜 好MPL沒有黃金了 開始要轉重裝長槍兵 但是來不及升級大槍兵 只靠老鷹的話 有點困難 拖著月後期 那人能夠拿到優勢嗎 黃金這邊回頭再繼續挖 好現在寧可夫遊俠 在後面 正在等功成器 哇兩邊打的算是 翼王蠻歸的 都在找個好的時間點 唉唷結果 生女直接被投爛 好MPL透過大量買賣 連石頭都賣掉了 換取了一些黃金 點下了大槍兵的升級 寧可夫這邊則是在 繼續暴兵 看能不能暴到200人口 200人口如果一上來 可能就可以直接打個一波 好這裡 看一下老鷹衝到了後面 但是老鷹好像沒有辦法 突破後方的火炮防線 正面槍兵開始往前輸出 但是鋼鐵遊俠坦住了 大量的槍兵傷害 但是火炮還是被拿下了一台 MPL喔 趕快把羽毛劍射手給拉開 現在奴炮的部分 還有三台在後方 哇遊俠數量有點多啊 還有32隻 現在慢慢把MPL的建築給磨掉 遊俠一波打倒就結束了 捏可夫現在有4000多肉 4000多肉 4000多肉 太猛了 現在MPL只有槍兵跟羽毛劍射手 只靠戰毛兵就能搞定了 好 盧炮過來稍微打一下 但打的是工兵 而不是槍兵 槍兵正面阻擋 但是 後方遊俠是高低優勢 但槍兵數量已經減少到完全 潰不成軍 但MPL只剩下98吋 正面兩邊互打 韓因斯擠出了兩台巨型偷襲 好 捏可夫正面又再次擋下了 超級攻擊 再來 好 環節 搖兵 攻擊 力 急 во 攻擊 了 udsman reads 向 襯 鏈 帽兵也回到61 也是兩百人口 一整隊的戰毛 這畫面有點可怕 遊俠的部分也有32 整體看起來MBL要打贏正面非常困難 你不管是用槍兵還是羽毛劍射手 都很難打穿這些戰毛兵 更何況你現在更沒有中型投資車 你可不只要保存好自己的遊俠數量 用戰毛兵先消化一些槍兵之後 正面直接一個反推 哇MBL這個真的是 沒得打的感覺 沒得打 右邊有補了一堆射箭長 繼續用戰毛兵去做交換 好 現在迷克夫 36隻遊俠 56隻的戰毛兵 還有4千多 尾毛射手 努力poke 但是打掉戰毛兵的速度 效率實在是太差了 MBL還有機會嗎 後面的巨型頭 C架起來拆除掉城堡 好 射命開始原地開射 前面的槍兵在瘋狂抖動 看能不能用 羽毛射手打出天 正毛兵的速度量優勢 這隻遊俠稍一往前 就把他逼退了 好 生命的槍兵開始往前推進 但是看起來MBL好像打不太贏了 槍兵的才能也按到了極限 把所有的肉跟木頭 投資帶的槍兵身上 黃金已經歸離 但是遊俠這邊保存的數量很好 還有這麼大量的遊俠 我看應該不太行啊 好 但是MBL還是打出了拒絕 我們恭喜 尼克夫拿下比賽的勝利 哇 最後出了156隻的遊俠 打個189隻羽毛劍射手 最後MBL是沒有了黃金 只能打GG 那正毛兵這邊打到的傷害 也是非常多的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 最後是有條鎚人拿到 資源上的全面勝利 甚至還有4聖物 哇 瑪雅人這邊只有一個聖物 黃金就可以挖到這個時間點 還出了中頭 精銳老鷹 也算是發家自負 但是MBL後期最大問題 還是遊俠處理不完啊 沒有辦法用大量槍兵解決的話 就很容易被對方的戰毛兵 一直交換掉自己的羽毛射手 跟槍兵造成沒有辦法 很好補足自己的前線軍隊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